ドネコンチはヒットリーピです ブン ボヤッチ ありがとう 今天的影片當中呢 我想要教大家如何快速分辨 トイッタ トイッタラ トイッタラナイ 的差別與用法 歡迎各位30公分以内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要介紹學習日文的方式 日減技巧 偶爾搭配一些學校老師不敢教的日文 還有日本文化 如果你有興趣不要忘記訂閱 並且點開底下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的消息了 包不多說我們一起去吧 我是一個人一條狗的日本語老師 今天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トイッタ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例句好不好 先解決單字再繼續說 この動画にはヤマキシアイカ アライユウカといったプレミアムからの女優が多い この動画にはヤマキシアイカ ヤマキシアイカ 是誰呢 如果你是老司機 很簡單 叫做27歲C照碑的一個女優 那再來 阿ライユウカ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是26歲F照碑 然後我這樣講好像有點露骨 對我就是這麼露骨怎麼樣 好 プレミアム 這個單字 プレミアム是一個日本的AB公司 那我們大家最知道 比較最有名的 不管是誰都知道的是這個SOD 那プレミアム也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から是重 じょうゆ是女優 おい是很多 好 那最後我解決 といった 到底是什麼意思 といった 它叫做なと 或者是とかとかのような 等等的意思 列举阿 同類型的事物做列举 這個叫做といった 好我想要這 同 類型 的事物 同類型 事物 列举 哎呦 我東西快要倒下來了 沒關係 我手扶著 好我撐著 我撐著 要不然我的白板會掉下來 好同類型的事物列举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人 山岐士愛卡和阿拉伊優卡 這兩個都是プレミアム公司出品 出版的這個女優 好所以在這個影片當中呢 有山岸逢花 心井優香等等 從プレミアム 這一家AV公司的女優 很多 好這個影片當中很多 這間也有很多出席出演的意思 好所以第一個といった 你有沒有記住把它記好喔 這叫做 なっと のような とかとか 列举的概念 好了解嗎 把它記住 第二個といったら といったら的意思呢 叫做談到 要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來看喔 看男子 じょんゆといったら 若い人は みかみゆは 中年以上は 旗のゆいと言うだろう 各位很熟悉吧 不熟悉 你真他媽的真假 談到 說到 女優 若かい什麼意思 年輕的 年輕人 若かい人 年輕人呢 他們會聊 山上優雅 おかんば 現在中年以上は 中年以上的人呢 會聊的是 第三個 といったらない 它的意思叫做 非常 這個非常呢 背後的語感 讓我來告訴你 叫做 無法言語 無法言語的那種感動 無法言語的那種感恩讚嘆 我們看句子 たかはししょうこをはじめて見たときの感激といったらなかった 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る 再三 たかはししょうこをはじめて見たときの感激といったらなかった 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る 單字來看到 たかはししょうこ 知道是誰吧 這個叫做高橋聖子 我都講很有名的女優 如果你不知道 你跟時代脫節了 知道嗎 或者是你真的 有要介紹 新的不一樣的女優 真的歡迎 非常歡迎你們 在底下留言板上 打一堆 讓大家去找騙員 或者是留下番號 都OK 歡迎你們這麼做 我第一次看到高橋聖子本人的時候 我感動到無法言語 這是第一句 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る 現在我仍然記憶猶新 今天的這三個 分別你記住了嗎 第一個是什麼呢 叫做といった 第二個是といったらな 最後一個是といったらない 很像對不對 希望你在日文考試 或者在運用當中 能夠藉由這些 不一樣的句子 把它記起來 這就是 我上課的特色 你把它記好喔 征服宇宙 拿進來打出去 你就贏了 字簡高分 pass go 假如各位如果有 日文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關於日本文化方面的問題 歡迎各位在我底下的留言板上 留言給我知道 我會找時間一一回覆各位的 或者是你想要看這隻狗狗 這隻帥氣的狗狗 騎單車 跳火圈 騎摩托車 開飛機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 我從明天開始就特別訓練他 表演給各位看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風格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最後拜託各位 廣告要多看10秒鐘 如果你有多看10秒鐘 你今年的日節一定會高分 pass I love you BOOM